接下來我們要介紹血液循環 血液循環 我們剛剛說到血液循環包含了 體循環 肺循環 那也有人把它叫做大循環跟什麼 小循環 因為體循環是全身跑 可是肺循環只有跑到哪裡去 跑到肺 因為就是肺沒有很遠 就是跑到肺 所以猜猜猜左心跟右心哪一個心比較大 左心 因為左心要跑到全身 所以左心的肌肉很肥厚 因為他就要把血打到全身去 所以那個肌肉是他的肺大 那右心就是很小 所以這個看起來就是 右心就比較薄 心臟的肌肉就比較薄 左心就比較那樣 你如果看一下課本 課本在第85頁 你翻到85頁 你會發現 左心的肌肉比較肥厚 右心的肌肉比較怎麼樣 比較薄一點 好 那個細節我們先不談 我們先告訴你原理 你再來記那個 你剛剛看那個課本的圖很可怕對不對 這個心臟的管子很複雜對不對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我用簡化的圖給你講 好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 心臟有四個房間 四個房間 好 來 告訴我 這邊叫什麼心 右心 這邊叫做右心 左右是相反的喔對不對 這邊叫右心房 沒有 就是你的右手 靠右邊就是你的右心 只是因為我畫給你看是 畫我的身體對不對 我的身體的話 這是我的右手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打開我的心臟 就是右心在這邊 可以嗎 好 好 那右心是在哪裡 在下面 好 那我剛剛說過 你要背起來的地方 你要背到一個重點是 右心都是屬於什麼血 缺氧 缺氧血 我用那個藍色來表示缺氧血 缺氧血就是有點暗暗的嘛 所以同學要記得一個現象是 右心的血都是缺氧血對不對 右心缺氧血 好 左心什麼血 沖陽血 左心沖陽血 那你問我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不知道就是 上帝的設計就是這樣子 就是 就是左右是分開的 好 左心的話叫做 上面叫左心法 下面叫做 左心室 好 那我先從 體循環開始出發 好不好 體循環開始出發 來體循環是從哪邊開始出發的 左心法 左心法還是左心室 左心法 你看喔 左心法的血會流到哪裡去 左心室 左心室 那怎麼會從左心室出發 左心室 那是從什麼出發 左心室 左心室齁 左心室齁 左心室流到左心室嘛對不對 啊左心室流到哪裡去 動脈 動脈沒錯 所以往 在往出去流的脈叫動脈齁 那我剛剛說過這個心法跟心室中間都有什麼呢 半膜 心室到動脈也有什麼 半膜 可以防止它血液倒流對不對 好 現在呢 來第一步的心臟開始收縮 呼 你就把那個血往下流 往下流 呼 應該就噗通 噗通 好 所以 噗通噗通 噗通這樣 好 所以心房的血就會流到心室 同學 心室流到什麼脈 動脈 動脈 好 那你要注意喔 因為左心的目的地是去哪裡 身體 全身對不對 所以它是全 你知道嗎 我們全身最大的一條動脈 叫什麼脈 就是主動脈 所以你看這超級粗的 這如果割到就會 噗 血都噴到很高 所以 來 心臟上面有很多 很多脈 誒最大一條是哪一條 就是紅色這一條 這條叫做主動脈 它在哪裡 在上面 紅紅這個 這個紅色這個 上面是主動脈 主動 它會往上跟往下 那是主動脈 主動脈 你看它 往上就到你的頭 往下就到你的什麼 到你的身體 好 所以呢 同學 左心房接左心室 左心室就是這條最大的動脈 叫做主動脈 因為它主要的 你知道嗎 主就是最大的對不對 主人不是最大的意思對不對 所以 接主動脈 那 有很多其他動脈的先死人 只有主動脈 當然主動脈啊 因為這是主要的 可是 因為它是壓力最大 它血液噴不然就死掉了 所以如果剩心掉的話 它會被剩心掉 欸它會被身體噴掉 對 好 這個先不是討論 我們先看正常情況 好這樣可以嗎 所以 左心要去全身的動脈 它叫什麼脈 主動脈 主動脈 主動脈是全身最大的一條血管 最大 最 最粗 你知道嗎 最有力量的血管 這個彈性最好的血管 好 那主動脈問題要送去哪裡 送給 誰 全身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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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主動脈就會慢慢的分支 你看 本來是一條很粗 越來越分越細 這時候叫做小動脈 主動脈就變成小動脈 小動脈很無邪好不好 好 反正就是分到很細 那最後分到誰的身上呢 微 血管 全身的什麼 微血管 因為全身都有微血管對不對 因為它要給全身養分 養氣 好 所以 對沒錯 所以主動脈就把那些養分怎麼樣 經過什麼小動脈啊 對不對 然後再送到哪裡去 微血管 微血管 那這邊的微血管 因為它是給誰用的呢 給身體的組織使用 所以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做 組織微血管 好 所以這邊會進到什麼血管呢 叫做 我用黃色的表情 叫做 微血管是這個綠綠的 喔 不是 微血管太小看不見了 就是你 你進去一割 你會流一點點血 那就是微血管造成 微血管已經很小 已經到細胞的等級 看不太知道 大家用寫微鏡看 我們下次會看那個小魚的微血管 綠色是近慢 好 所以這邊叫做 組織微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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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動 它就是一個很小的管子而已 組織微血管 等一下 什麼叫微血管 我剛剛不是 我不是有說過嗎 同學 那個血管就是這樣子嘛 本來很粗 然後慢慢怎麼樣 分出去 再分 再分 所以分到後來就怎麼樣 很細 就叫微血管 知道嗎 很細 知道嗎 就叫微血管 那微血管做什麼用呢 微血管因為它很細又很薄 所以血液就會流得很慢 就會堵在那邊 你知道嗎 因為單行道 就是很小很狹窄的血管 可是這樣有好處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把養分送給誰呢 全身 全身的 叫做組織 組織細胞 我們身體不管是 同學 我們身體不管是大腦 肌肉 還是什麼肝啊 腎 都是組織構成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進行所謂的物質交換 就是用什麼原理 猜猜看 擴散 擴散 沒錯 就是血管裡面的養分 會擴散到細胞 那細胞不要的二氧化 會怎麼樣 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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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用 我用O2代表氧氣 可以嗎 O2還記得是氧氣嗎 我用CO2代表 好 所以同學 本來這個血出來的血是什麼血 是充氧血 對不對 本來是充氧的 可是呢 經過 微血管之後變什麼血了 缺氧血 我本來講給你 我本來用它收回來 就變缺氧血 所以這時候血管變什麼顏色 暖色 變 就變藍色 深藍色的齁 好 所以同學 主動賣呢 到微血管之後呢 其實我竟然回來血 開始變什麼顏色 本來是鮮紅色 變成暗紅色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就變什麼脈 靜脈 靜脈 所以 這邊開始其實變靜脈 那全身最大的靜脈叫什麼靜脈 主靜脈 主靜脈 叫做大靜脈 好 抽血的血都黑黑的對不對 那血都黑黑的 好 好 所以 來 全身最大的靜脈道 是大靜脈 那請問大靜脈要回到左心 還是回到右心 右心 因為大靜脈什麼血 缺氧血 缺氧血 缺氧血要回到左心還是右心 右心 缺氧血要去右邊對不對 就那個走路排隊之後 欸 沖氧血請到左邊來 缺氧血請到右邊去 那現在缺氧血 我排右 我排右邊 好 所以 所以來 這個血就變成藍色的喔 然後要接到哪個呢 左心房 右心房 右心房 因為它是缺氧 缺氧都可以進入左邊 左邊只給誰去的呢 只給 缺氧血 左邊是沖氧血 右邊是缺氧血 好 所以它就叫右邊去了 好 這時候叫做大靜脈 大靜脈 為什麼別叫做主靜脈 呃 就是 翻譯的人就這樣說 好啦當然講主靜脈人家也聽得懂 只是覺得很怪 就習慣上去 好 那大靜脈就要回到什麼呢 右心房 經過心臟的那個舒張回到右心房 好 所以這個過程叫什麼循環呢 體循環 體循環 所以這叫體循環 好 我那時候就有唱一首歌 用聖誕節的歌唱 好 唱吧 就是 誰沒有聽過這首歌 沒有 他唱 We wish you marry peace 好 就這樣 左心是主動脈 主子為血管 大靜脈有血管 這就是體循環 大笑的誇張 這叫體循環 好 這裡沒有錄啊 有錄 我再上一次 我再上一次 好 還有右心的 我只唱一半 可是他還有副歌 OK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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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還沒結束 我把他講完好不好 好 那已經回到右心了 這時候的歌是什麼寫 缺氧寫 缺氧寫又不能用對不對 只能把它丟掉 不是把它丟掉 只能夠把惡陽花牠排掉對不對 那要去哪裡排 誰可以排掉 誰可以排掉 就是這個 我們的肺 我們的肺 我們的肺可以把惡陽花牠排掉 應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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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來 那接下來 同學 接下來比較簡單一點 來 大近慢近右心房 右心房接什麼 左 右心室 右心室對不對 好 那剛剛說過 心房心室今天都有什麼膜 胖 胖 心室動脈也有什麼 老師你剛剛說 胖膜你要用綠色 綠色嗎 你知道就好了 這邊也有半補 這邊也有半補 所以你看有幾個半補 一二三四 四組半補 有沒有看到 這邊都有半補 好 那麼呢 這個 右心室 來 右心室呢 就要接什麼賣 大近賣 不知道 大近賣接新房 小近賣 所以你看喔 近賣都接新房 新房 新房接新室 新室接什麼賣 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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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去 只要出去了 箭頭往外 就叫做動脈 那問題是 這個動脈叫什麼動脈 要去哪裡的動脈 要去肺 就叫肺動脈 很簡單 所以要去肺 叫做肺動脈 所以有兩個動脈 對 一個叫做主動脈 又叫什麼動脈 肺動脈 因為要去肺 因為肺循環 所以跟肺有關的 血管叫什麼 肺動脈 所以它又有什麼脈 肺徑脈 沒錯 有肺動脈就有什麼脈 肺徑脈 所以肺動脈是什麼血 注意喔 缺氧血 你看一個動脈是充氧血 一個動脈是什麼 缺氧血 這很合理 因為一個要去肺發 二氧化它是排掉 對不對 所以它接下來後地要去哪裡 肺 所以肺就是排二氧化 對 還有肺物 還有肺物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它也會吸氧氣 那到這邊叫什麼 什麼微血管 叫做 肺 肺 肺部微血管 肺部微血管 可以嗎 肺有肺的微血管 好 那在我們的肺裡面呢 不叫組織 叫做肺炮 我們肺裡面這種炮炮 叫做肺炮 它的表面積很大 可以幫助我們把二氧化 怎麼樣排出去 好 所以這邊有肺炮 我寫個炮 我寫個肺炮 好 那同學 現在二氧化這樣會怎麼樣 會經由 擴散 排出去 排到肺炮 而且肺炮會給誰氧氣呢 給肺氧氣 對不對 本來二氧化比較多 對不對 那這時候你就把它 噴出去了 而且你要會怎樣 會吸氧氣 所以 欸同學 你要二氧化這樣噴出去了 而且你又吸氧氣 所以這時候會變成什麼血了 衝氧氣 所以開始變成衝氧氣了 所以這就用紅色表示喔 可以嗎 衝氧氣 那要回到什麼 左心盤 欸 衝氧氣可以回到左邊對不對 左邊是左心房嘛 所以回到左心房 這邊跳一下 左心房呢 請問回去的血管叫什麼名字 他跳一下 回到心臟這都什麼脈 靜脈 從肺回來的都什麼 剛剛是肺動脈 現在是什麼脈 肺靜脈 從肺回到心臟那都肺靜脈 所以同學 肺靜脈什麼型 中陽型 OK 所以最後再怎麼樣 再回到什麼呢 左心房 就完成了什麼循環 血力循環 這叫做肺循環 肺循環 肺循環 OK 所以這就是兩套循環 就是體循環跟肺循環 目的就在這邊 那我就把它唱一次 好 好 我們希望你會在這裡 我們希望 從這邊開始出發 好 就這樣 左心是主動脈 主子為血管 安放 親脈有心房 這就是肺循環 有心是非動脈 非不為血管 親脈 左心房 這就是肺循環 好的 老師 你剛剛是唱什麼 這樣子 剛剛沒有發聲 好 後面可以先低調 那還可以先甜 你們一下